我父母是一对很普通的夫妻 我妈妈喜欢参加读书俱乐部 或是忙着做烘焙 爸爸则是穿着西装去上班 习惯在吃早饭时多次看手表 他们对非同寻常的东西全然不感兴趣 即便人类发现了外星文明 他们也不会放下咖啡抬头看一眼 但每当在家庭作业上遇到困难时 我都能指望爸爸的帮助 要是我摔倒 裤子膝盖破了个洞 我妈妈也很快就可以把他缝好 当我怀疑有个男孩住在水槽底下 好吧 这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他那阴沉的声音第一次从管道传出时 并没有说什么东西 基本都是小声的声音和咕噜 被管道的回声放大了 有段时间 我在房子里四处走动 想找到声源 对我来说 这是一场冒险 那时候并不觉得吓人 只是单纯想找到答案 我的调查在厨房中解了 我成功爬上厨房的水池台面 推开一套半干的盘子 想从水槽中间的下水孔里 看得更清楚些 那里面很黑 太黑了 就好像有一层黑纱遮住了入口 因此透不过光线 突然间 这个冒险似乎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就在转身跳回地上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那个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我顿了一下 竖起耳朵 他又叫了一遍 吉兰 我划到安全的冰凉的厨房瓷砖上 逃离了这个房间 同时 因为水槽下的这个男孩尖叫出声 我断然拒绝再靠近他 换来的是因为说谎 而得到的小小惩罚和长时间训斥 不久后的一天 我妈妈拒绝帮我去厨房拿一杯果汁 她说 我是个大孩子了 要变得独立些 我咬紧牙关 没有说话 如果提出异议的话 他会起疑心的 可不能被他们发现 水槽下面有一个男孩 我屏住呼吸 推开厨房门 朝冰箱跑了过去 赤脚踩在方隔地板上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吉兰 求你帮帮我 我盯着手头的工作 颤抖着倒出盒装惩滞 无视那个空洞的声音 他哭了起来 吉兰 求你了 只有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 我就要永远被困在这下面了 我不想死在下面 我只想回家 我仰装镇定 把变清了很多的纸盒 放回冰箱 转身拿起装满了的杯子 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发疯 我顿住了 你是唯一能听见我声音的人 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道 因为你很特殊 就和我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前面我就说过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这让你变得很特别 至于我 除我之外 你见过别的男孩 住在水槽下面吗 我忍不住傻笑起来 不过我真的很想出来 这下面很吓人 下面是什么样的 我说着靠近了一点 我现在已经长高了 踮起脚尖就可以看见水槽里面 很黑 除了头顶的一个白色小圈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想了想 不知道这个圈是什么样的 你能看到这个吗 我把手伸到下水孔上面 能 这是你吗 但你长得有点奇怪 不是的傻瓜 我笑了 那只是我的手 哦 对不起 这真是有够尴尬的 你以前没见过人吗 我缩回手问道 我偶尔能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每次他们一出现 我身上就全是水和食物残渣 也多亏了他们 我才能在这底下活下来 你困在那里多久了 那个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也不知道 我妈妈在客厅喊我 问我怎么在里面这么长时间 抱歉我要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我对这个声音的恐惧消失了 从那天起 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水槽旁 双腿悬空坐在橱柜上跟她聊天 我告诉了那个声音各种各样的事情 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 我喜欢和讨厌的人 我孩子气的梦想 我知道 我脑海里的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放心地告诉她 最后 我厌倦了管这个声音 叫那个声音 我决定给她取个名字 小宅 我说着把一块黄油饼干扔进去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不过这是什么意思 我耸了耸肩 嗯 你总是抱怨下面有多狭窄 所以我觉得这名字听起来不错 那声音没有说话 我担心起来 你不喜欢是吗 那我再想个别的吧 不 不 小宅 好的 这是我的新名字了 鸡兰和小宅 听起来很配对吧 我笑着点点头 然后意识到小宅看不见我的动作 是的 我喊道 不久之后 小宅开始找我帮忙 如果我对她的要求抱有顾虑 她就会说 这是朋友该做的 有时她会要水喝 这个简单 我只需要俯身打开水龙头就可以了 有时 她也会想吃 某种特定的食物和饮料 这种要求棘手一些 我不能让爸爸妈妈觉得我浪费食物 有一天 我把我最喜欢的玩具 放在下水口上给小宅看 是一个四肢可动的小塑料人 能把这个给我吗 我把她紧紧地抱在胸前 撅起了嘴 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鸡兰 我们是朋友对吧 是的 朋友之间会分享 把那个玩具给我 她的语气很严厉 我以前只从大人口中听到过 我觉得拒绝她的请求 会带来某种后果 所以为了不让小宅难过 我拿出真爱的小人 把她扔了进去 最后强忍着眼泪离开了厨房 我爸妈发现我丢失了这个玩具 在一连串的盘问之后 我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爸爸特别生气 突破四溅地向我妈妈愤怒抱怨 说我没救了 他们禁止我进入厨房 说实话 对此我并没有很沮丧 因为我不确定 自己还想不想和小宅做朋友了 妈妈在厨房门上 贴了一个潦草的牌子 提醒我不要进去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周而复始 月复一月 我又开始感到孤独 即便是情况最好的时候 我的父母也不怎么陪我 而现在的我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个朋友 我仍然在为丢失的玩具而难过 但后来我想 小宅可能一辈子都没玩过玩具 而我在卧室里放了一整枪 我跟他分享是有点过分了 我决定向他道歉 打算在爸爸妈妈回房间睡觉后 偷偷下楼 老楼梯的每一声嘎吱都让我很紧张 我握住厨房的门把手 这样门关上时 门栓就不会发出太响的声音 小宅 我用气声说 你睡着了吗 你去哪儿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高兴 爸爸妈妈不许我进来 对不起我留你 一个人 他补全了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玩具的事 我以为你会保守秘密的 我没办法 我只是 你怕你的父母对不对 我点点头 又忘了小宅看不见我的动作 令人惊讶的是 他竟然回应了 我也这么想 但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心我的感受 你真让我伤心计栏 我们本该是朋友 你却抛弃了我 但有一件事可以补偿我 是什么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想让我们回到当初那样 突然传来了一声摇曳声 接着 是湿漉漉的滑行声 这时 在头顶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下 一只手出现在了眼前 一个又脏又湿 骨瘦如柴的小东西 从下水口伸了出来 它一直往上爬 直到整只胳膊露了出来 帮帮我寄来 这样你就可以补偿我了 帮我出来 我犹豫了 不知为何 看到那只手臂伸出水池 我当时心里很不踏实 也许是因为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超自然的 而我发育到一半的大脑 没有办法理解 但无论如何 我没法拒绝 好吧 我说的 我爬上大理石台面 低头看着那只恶心的手 它色彩斑驳 有一块块厚厚的黄色角质 开泪的皮肤传出一股恶臭 我更同情小窄了 怎么这么慢 抓住我的手 我倒数无秒 蹲到一个能更好发力 把它拽出来的姿势 同时把手压在她的手上 发出扑斥一声 这根本不可能 我搞不懂一个人 怎么能挤进这个小孔 不管它有多么虚弱 我咬紧牙关 用尽全力往外拉 脚在湿漉漉的水池里滑了一下 这时小窄笑了 那不是愉悦的笑声 而是一种厌恶的嘲讽的笑声 你知道吗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既然我出不去 那你就下来和我一起 我不愿意 试图挣脱小窄的手 但她太强壮了 来吧 她说着 手臂慢慢缩回水池 这样你就又可以玩玩具了 我们还可以一起玩 每天都会很有趣 你再也不用面对 你那糟糕的父母了 求你了 我肯求着 那时候我的手 越来越靠近下水口了 我进不去的 我进不去的 哦 你担心这个 放心 我会让你进来的 水槽里传来一个 像是按下开关的声音 接着是响亮的呼呼声 我又喊又叫地乞求着 要小窄放开我 但没有用 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 又尖又硬的东西 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小窄说了什么 但我分辨不出来 因为骨肉像风暴一样 被撕碎了 小窄没有东西可以抓了 我把胳膊拉了出来 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 把那个血肉模糊的残肢 放在自己的身上 第一个冲进厨房的是我爸爸 他一边用毛巾 把伤口裹起来 一边尖叫着 让妈妈叫救护车 他生气起来很可怕 但他现在 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要吓人多了 失去意识之前 我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 是一只火红的眼睛 从水槽里向上盯着我 皱着眉头 表情愤怒 一根骨瘦凌寻的手指 从洞里伸出来 示意我回去 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我现在十七岁了 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为了挣多点钱 我最初的目标是 攒够钱逃离这个噩梦 逃离小窄 当然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没几个店 会雇用一只 只有一个胳膊的孩子 而不是四肢健全的人 几年前 我妈妈生了一个女孩 起初我并不太喜欢下落地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我感觉好像有一道 无形的屏障 把我和家里的 其他人隔开了 所以我没有和她 建立感情 我是应该要这样做的 但现在 为了她 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这里 现在 她开始说起了 水槽下面 传来的声音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 我需要一辆救护车 快点 先生 您情绪不太稳定 您能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刚醒来 我的床被雪浸透了 我觉得 很虚弱 好痛 有个地方很痛 好的先生 请保持冷静 你哪里疼 天啊 先生 先生 请冷静 怎么了 是我的裤裆 裤裆不见了 先生 看看你周围 你在哪儿 你能描述一下 你周围的环境吗 好的 我在卧室里 床头柜上 放着一个小金属托盘 有一些弯曲的针 线头 有喷雾消毒器 和一把手术刀 好的先生 让我确认一下 您的地址 我会派警察和救援人员 不要到处乱动 否则 你可能会进一步伤害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你 我住在 我的卧室在二楼 请 快点 我觉得很头晕了 先生 先生 你还好吗 你还在吗 你好 我叫爱丽丝 我是给你打电话的 那个人的妻子 她目前没办法和你通话了 因为她的镇静剂 又开始起作用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 你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和我丈夫 与一位女性朋友 合作我们的房子 我晚上在医院的手术室工作 我是那里的一名外科医生 工作地点离家里很远 而且每次都要工作很长时间 好的女士 但为什么您的丈夫会流血 而且裤裆不见了 哦 你说那个 是这样的 一个多月以来 我一直怀疑我亲爱的丈夫 和那个合作的女人欺骗我 我试了很多次 告诉她我的想法 让她对我坦白 但她总是向我保证 没有这种事情 我问你 你相信女人的直觉吗 我相信 但是 没错 所以你明白 我必须确保我是对的 两周前 我在她不注意的情况下 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不到三天 我就得到了 我需要的所有证据 你是说 我告诉你她的所作所为吧 她会等到我去上班后 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把她带进我们的卧室 她玷污了我们的婚姻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整晚都在亲吻她 她总是会在我回家前 偷偷溜出房间 所以每次我回到家 都没有察觉到异样 女士 她这样对你 确实太过分了 我确保自己 以最标准的外科手术精度 来做这件事 她躺下后 我给她麻醉了 事件处理完后 我就去上班了 不过 我并没有把她扔掉 我把她放在冰箱冷冻 我爱我的丈夫 为她做饭 我却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这样做 是因为发自内心地爱她 我想和她共度余生 和她生孩子 但她毁了这一切 那另一个女人呢 她也住在那里对吧 啊 差点忘了 你不用担心她了 我确保她在手术过程中 没有醒来 我为她制定的计划 是大约一周前完成的 我丈夫以为她出国旅游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要到她的房间里找她 不过 她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对吧 而且 我还用那个女人的笔记 给我丈夫写了一封信 女士 能告诉我您丈夫 是否还有意识吗 应该有吧 麻醉效果很不错 在你们的救护症和警察 到来之前 她会睡得像个婴儿 不过她的手术很顺利 我认为 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毕竟 这是一项能度较高的操作 女士 你的情绪还好吗 我 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 起初很生气 她是我的高中恋人 我们一起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们一毕业 她就求婚了 我爱哪个人胜过爱生命本身 我明白了 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说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因为女人的直觉总是对的 我仍然无法相信 她会背叛我们的婚姻 我理解你的痛苦 但为什么不直接和她离婚呢 如今的男性 似乎不用像女性那样 被要求遵守同样的标准 一个女人背叛了她的丈夫 她会落得声名狼藉 一个男人背叛妻子 往往会被轻描淡写 这不公平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教训对她来说 会不会太过深刻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 很多时候男人这么做了 而我们作为女人 却像个出气筒一样忍受她 我必须确保她能用大脑冷静的思考 我明白了 别看不起我 你遇到过这种男人吗 有过好几次了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好吧 我现在看到蓝色衣服的男人从车道过来了 我去洗个手在门口迎接他们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等会儿 那名男士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 外科医生重新接上她那条腿 她才得以转背为戏 紧张情绪得到缓解 她的妻子向警方自首 警方的报告指出 妻子的举止非常冷淡 几乎没有感情 她唯一一次表现出情绪的时候 是她在讨论手术时 最终没有在家里找到那名合租的女人 警方不确定她目前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到一些教训 男人不要背叛自己的妻子 既然她把终身托付给你 请对她好一点 女人遇到这种情况 也要保持冷静 以合法的方式寻求合理的帮助 极端的做法将会导致两败俱伤 如果你想在这间女生宿舍熬过一个学期 请遵守以下规则 恭喜你被淡尼学院录取 并加入2027年的班级 但是在这个学校住宿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淡尼学院只为二年级级以上的学生提供住宿 这意味着你已经掉进圈套了 在你得救之前 你必须在这里待一个学期 以下的生存规则是你在得救之前安全的保证 请花时间仔细阅读 温馨提示 所有的规则都应该在数字后加上据点 如果它有冒号 请不要管它 1.你可以布置宿舍 但不要挂任何有头像的海报 包括艺术品 2.你的空间在房间的左侧 确保任何时候你的东西都没有放在右边 因为右边属于你室友的空间 3.确保将垃圾扔到房间右边角落的小桶中 4.你的室友是丽莎 尝试与她保持良好的关系 她曾经和你一样 但没能熬过这个学期 5.丽莎很喜欢喝酒 如果她清醒地回到宿舍 但闻起来有一股酒精味 你就打个招呼 然后继续你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她喝醉了回到宿舍 请不要与她有任何的互动 如果丽莎喝醉了并告诉你她的头很痛 给她拿一瓶矿泉水 7.你的宿舍有卫生间 但只是用来洗漱和上厕所的 永远不要在那里洗澡 请在公共卫生间洗澡 8.永远不要最后一个洗澡 每个人都在凌晨一点左右洗完澡 如果你忘记在凌晨一点之前做完 那就在早上再做 9.你宿舍的墙壁是蓝色的 如果您走进房间 发现墙壁颜色不同 请离开房间 45分钟后 你可以打开门 这个时候进去的房间 才是你的房间 10.每天至少小睡两小时 11.你的宿舍只是用来睡觉和学习的 任何休闲活动都应该在公共休息室进行 12.当你去公共休息室时 确保那里至少有两个人 最好是看电视的人 一个人待在公共休息室 会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13.如果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公共休息室 就看看电视吧 14.有时丽莎会打电话给你 问你是否想和她一起去参加社团派对 请礼貌地拒绝她 这是要遵循的程序 告诉丽莎这句话 我有一个化学期末考试 所以我想学习 然后挂断电话 之后前往你的办公桌 拿上你的笔记本电脑和一本书 开始学习 大约十分钟后 丽莎会来宿舍看你 请假装没有看到她 等她离开后 你就安全了 此时你可以放飞自我 14.如果您决定要参加聚会 请参阅第17条 15.尝试与社团的人建立良好的友谊 他们是好人 16.学习结束后 一定要把你弄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干净 17.参加任何聚会时 停留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他们会说服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8.如果你晚上在宿舍听到敲门声 可能是丽莎 请开门给她 19.如果你听到哭声 而且听起来像是从你隔壁房间传来的 小声说 别担心 你会考好的 20.学期将在12月9日结束 以下是为逃跑做准备的程序 A.开始收拾你所有的衣服 不要担心家具 这些都会被处理 B.给丽莎写一封信 说明你打算搬出去 并决定住在靠近校园的公寓里 这封信应该至少有三个段落 说一些你会想念她 以及她是一个好室友之类的话 不要说任何消极的话 C.等到日落的时候 丽莎就回宿舍了 接过信递给她 不要在没有给她信的情况下离开大楼 D.她读完信后 道别并带上你的手提箱 然后离开房间 离开大楼时 请勿与任何人交谈 一辆汽车将在外面等你 她看起来像你母亲的车 我知道这些规则有点繁琐 但请尽力记住所有的内容 至于以后住哪里 那是你自己的事 规则21 丽莎会问她 是否还能和你保持联系 请不要拒绝她 我一生都住在一个小镇里 人口很少 而且我们只有一所学校 很少的路灯和教堂 而且大多数人住在农村 在我成为美国911调度员之前 我觉得去镇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很近 我们呼救中心的办公室 是在一家咖啡馆的后面那部分 我妈妈是一名老牌调度员 不过退休了 她具有一定的威望 我之前做这份工作也是她推荐的 加上没什么人来面试 所以我很轻松地进来了 在所负责的区域 我们只有一辆救护车 直到这件事发生之前 我都认为一辆就够了 早上当我走进去时 两名护理人员小塔和小马 正在喝咖啡 并接替夜班工作人员 夜班工作人员非常困倦 我推测出 在过去的12小时里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我抓起早餐 看着窗外的天气 下着毛毛雨 我知道 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电话 说动物从围栏里跑出来 或者树木倒在电线上 我从洗手间回来后 一通电话就打来了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问来店者 电话那头传来粗重的呼吸声 我们这个小镇的设备太旧了 不能够轻易追踪电话地址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寂静和陌生感 立刻让我紧张不安 有人想进入我的房子 我想 他们想杀了我 那个声音说 听起来像个女人 我一边打听帕克和托马斯 从午睡中醒来 一边叫醒 正在午睡的小塔和小马 一边询问他一些信息 我很害怕 快点派人来吧 得到了地址后 我和他俩商量 需不需要派警察和救护车 考虑到那个女人像受伤了 所以小塔和小马离开了 我让他尽量绑着通话 但他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们这里没有最先进的技术 来追踪他的电话 如果有人屏蔽了他们的号码 我们的系统也不支持进一步追踪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刚才这个来电者就是这样做了 值得庆幸的是 他提供的地址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能在地图上搜索到 我根据地址找到住户电话 并打过去 有个男人接听 你好 他听起来很累 先生 这里是美国911 我想我们刚刚断线了 什么 没有人打911 我们全家都睡着了 我仔细确认并告诉他们 我们得到的地址 他说自己在那里住了将近四个月了 我们立刻用无线电把情况告诉小塔和小马 我向电话中的房主道歉 并挂断了电话 这时我有点困惑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来电者 给我一个错误的地址 我们会检查这片地区的房屋 确保一切正常 小塔告诉我 但我还是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一个小时后 又打来了一个电话 同样是沉重的呼吸声 这次听起来像个老人 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我需要帮助 请快点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就像之前一样 在我得到地址后 我立马让医护人员前往 并让来电者保持通话 这次我听到背景中 有另一个声音 还有其他人吗 我问 在别的地方 那个声音重复着 但这声音听着像我 然后电话挂断了 当我等待小塔和小马的消息时 一种恐惧感起来 不知何故 我知道当他们到达那里时 他们会向我报告是虚报 有人在整顾我们 浪费我们的资源 小马通过无线电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问 然后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次是正常的 一个女人说 她看到有人被枪杀了 我得到了地址 并查看了地图 这个地址 和你们现在所在的方向 完全相反 我疑惑地说道 他们挂断电话 立即开车前往 另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同样沉重的呼吸声 我开始意识到 电话那头的人脑子有问题 我需要帮助 他们用柔和的声音说 这是一个噱头 他假装听起来像另一个人 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问 一边看着地图 一边努力保持冷静 以前有人被伤害了 他们每次拨打911 只是为了好玩吗 我心里在想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并说他们会保持通话 但我现在让他先在线等会儿 因为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 这次与第一次通话的方向相反 有人报告说 他们看到一辆汽车开过 并倾倒了一个大垃圾袋 大到可以装下一具尸体 我确信有人在玩弄我们团队 所以我迅速回到第一个电话 并要求他重复地址 我不能让他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耍我们 一旦他们确认了位置 我就查看了地图 找到了与他们给我的方向 相反的最远位置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 救援人员正在路上 我说道 我打开无线电 把新地址告诉了小塔和小马 我确定那个神秘来电者 在那个地方 我保持在线 并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镇上 有点匪夷所思 小塔说道 警察也会在那里 希望我们能抓住这个人 我着急地说 我又等了十分钟 他们才到达那个位置 嘿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钓鱼码头 确认 附近没有车辆 空荡荡的 一名警察说道 这真的很奇怪 难道他们现在改变策略了 我问 没过多久 我这边发生意外了 我听到大楼前面 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和尖叫声 我跳了起来 丢下了耳机 躲避起来寻找掩护 在咖啡馆外面 有人开汽车 直接撞到窗户上 造成至少四名顾客死亡 多人受伤 我爬到耳机前 让他们快点到调度大楼 我看着燃烧的车辆 试图找出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 我看到他们的身体 倒在方向盘上 头撞到玻璃上 我意识到 他们应该没有生命迹象了 我跑去拿灭火器 大声叫喊幸存者撤离现场 当小塔和其他人到达时 大家都站在雨中 看着咖啡馆燃烧 第二天 法医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 那个名字 听起来像是一位年长的调度员 在降薪政策之前 一直担任着调度员 另一名检察告诉我们 后来他们在那个人的家里 找到了一些笔记 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攻击计划 包括他们如何利用 小镇的911系统漏洞 他们觉得 自己被美国当地政府厌倦抛弃了 一想起他们如何操纵我们 并造成这么多人伤亡 我很多个夜晚都彻夜难眠 我很庆幸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地政府也计划 完善我们小镇的应急系统 希望我们的应急系统完善后 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当我接电话时 我偶尔会感到发抖 担心有另一个疯子 来玩这个游戏 这里是美国911呼救中心 请问您有什么紧急情况 电话那边是一个哭泣的女孩 大约十岁 拜托 你得派人来帮忙 他在打我妈妈 他都不了了 他都不了了 他会杀了他的 请冷静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梅格 拜托了 你得派个人来 他下手很重 梅格 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告诉我你在哪 你能做到吗 电话那头没有回应 但传来了两个男人的尖叫 还有女孩跑下楼梯的声音 你好 你还在吗 在 在这里他听不见我的声音 很好 跟我说说是谁在打你的妈妈 是我继父 我们当时在吃饭 他对我妈妈发火 他把桌子掀翻 开始非常大声地哄我妈 我哥哥把手机给我 让我给你打电话 你做得很好 我需要你把地址告诉我 没问题 我妈妈让我背下来了 我在 好的 我们现在派警察去帮你妈妈 你继续藏着 保持跟我的通话 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哥哥把手机给了我 他吼了大卫 但是大卫打了他 打得很重 我妈妈过去帮他 但是大卫又开始打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女孩开始哭 剩余的音频听不清了 没事的宝贝 你能把事情都告诉我 这非常勇敢 保持冷静 你 你妈妈 还有你哥哥都会没事的 但是我妈妈不动了 我觉得大卫把他杀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相信我 我已经派了人过去帮他们了 好的 我相信你 一只狗叫了起来 不久后听到背井里传来枪声 然后狗叫声停止了 发生什么了 你还好吗 他把枪掏了出来 他开枪打了我的狗 他有枪 你得快点过来 拜托了 他在跟我哥哥打架 我没法逃 不 他又开枪了 他在吵着哥哥开枪 拜托了 快点来 他会杀了我哥哥的 亲爱的 我需要你停止尖叫 保持小声 藏着 别动 他来了 我听见他上楼了 快点来 我不想死 你会没事的 不过别出声 要藏在他看不见你的地方 我好害怕 电话里能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很生气 宝贝 你在哪儿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 你就在这附近对吗 爸爸现在没有玩捉迷藏的心情 过来 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你哥哥受伤了 我需要你帮我把他带到医院去 不要出去 别出声 别动 这时电话那头几乎没有声音 除了女孩的抽气 他控制不住 突然传来碰的一声 撞击家具的巨像 然后女孩尖叫起来 你躲在床底下干嘛呢 女孩还在哭 你拿着个手机干什么的 你给谁打电话了 我没有 女孩哭得更响了 有人拿起了手机 是谁啊 先生 别对孩子动粗 警察已经去你家的路上了 而且 你给这些蠢猪打的电话 我很害怕 别给我来这套 你很喜欢撒谎 你就跟他一个样 女孩哭得更厉害了 你知道吗 梅格 鉴于我们再互相坦白 我就把真相告诉你吧 你是个孤儿了 你知道你的妈咪做了什么吗 她几乎什么衣服都没穿 就上街了 先生阿姨跟我说 一切都会好的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她拿起了手机 你这个愚蠢的人类 你怎么敢向我的宝贝女儿撒谎 先生 不要伤害她 枪声传来 女孩的哭声停止了 这声音听起来不错吧 整个通话都被录下来了 而且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你知道吗 你应该被关进监狱 你害了她 什么 你应该让她逃跑的 那样我就什么也干不了 我当时在和她那个混蛋哥哥打架 你怎么会这么蠢 让她藏起来 我 我处于绝望和疯狂的状态之中 我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我很易怒 我不会因为发生的事被指责 但这是你的工作 而你刚刚杀了一个无辜女孩 知道了这一点 你怎么还能睡得着 这是听见了逐渐靠近的警惕声 电话一端是一个女人的哭声 另一端传来一声枪响 然后一具身体倒在了地上 通话还能继续 能听见几个男人进到屋子里来 然后电话挂断了 美国当地警察赶到的时候 大卫和梅根被发现时还活着 不过情况危急 女孩被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 但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没能撑过去 大卫头上有枪伤 但活了下来 她试图自杀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她被判死刑 几天之前 她在监狱里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在我家玩捉迷藏 发现这个女人 请不要看着她 她会把你撕成碎片 我很高兴 你想和我一起玩捉迷藏 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我妈妈对我和谁玩 以及我在哪里玩 管得非常严格 当游戏开始时 这些规则就会生效 除非 你想成为地下室的一员 否则 不要破坏这些规则 规则一 我们可以在主餐厅开始游戏 如果我在寻找 你不要躲在浴室或地下室 不管怎样都不要离我太远 万一出事了 我可救不了你 如果你正在寻找 不要进入地下室 你可以去洗手间找我 规则二 加洛特不喜欢被人看着 看着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她可能会对你咆哮 但不要理她 她只是想引诱和分散你的注意力 如果你碰巧看着她 或不小心瞥了她一眼 请参阅规则七 规则三 餐桌上的晚餐不适合你 父亲在里面加了一些 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吃了一口 请不要停下来 吃得越多 死得越快 规则四 如果我在寻找 而你 选择躲在厨房里 请确保后门是关上的 如果后门打开了 请回到我身边 我可以保护你 妈妈已经做完了园艺工作 正在回屋做甜点的路上 你必须祈祷 在她找到你之前 你先找到我 你不想成为她们的一员 如果你迷路 或者她发现你的存在 请参与规则七 规则五 不要躲在屋子外 或在外面找我 规则六 如果你在寻找时 看到一只白猫 你可以让白猫引导你 它在那里保护你 并确保你在整个游戏过程中的安全 如果你在躲藏时看到一只白猫 请立即选择不同的藏身点 并确保它不会跟随 它选择了父亲的一边 并且 要使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父亲看到你 但没有抓住你 请参考规则七 规则七 如果你没有正确遵守列出的规则 你应该离开家 不要反悔 无论我长什么样 做什么事 你看到的都不是我 如果你失败了 我们都注定要失败 规则八 如果你躲在楼上 请看看东边房间的那幅画 要是有个黑发红唇的漂亮小姐姐 倒是安全 如果画的是一个脑袋萎缩的男人 那你就有危险了 立刻返回楼下 并参考规则七 规则九 如果你感到恶心 头晕 疲倦 气短 眼睛干涩 不停地打哈欠等迹象 请参阅规则七 父亲将他的一种特殊混合物 放入了通风景中 并试图抓住你 规则十 如果你听到地板下有奇怪的声音 却假装没有听到 如果你多管闲事 那么你可能会成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目标 这样一来 你可能会出现在明天的餐桌上 就这些了 我希望你在周六的时候会如约而至 周五的一个晚上 我下班回家 准备开始看NBA比赛的常规活动 可以打啤酒 看比赛 然后爬在床上 做一个肥胖快乐的醉汉 当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停电时 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其他邻居都有电 应该是我的室友没有交电费 那天早上 他和家人一起去度假了 我给室友打了电话 让他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我可不想在黑漆漆的公寓里度过我的周末 给他打过电话后一个小时 我的室友给我打回了电话 说已经交过钱了 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就能来电了 这时我决定去一个朋友家里看比赛 等到午夜回来的时候 电力就应该会恢复了 快静一下时间 我正要离开朋友家 大约一个小时前 我的手机就没电了 我朋友替我叫了出租车 我下了车 出租车开走了 我抬头看了看公寓大楼 发现所有的公寓都是亮着的 有些是明亮的黄色 也有的是电视的蓝光 只有我的公寓窗子里一片漆黑 可能是早上出门的时候 把灯都关了 我打开房门 望着眼前漆黑一片的公寓 最近的电灯开关 离大门大约有十英尺 所以我需要在黑暗中 沿着墙壁摸索 门在我的身后 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沿着墙壁摸索着向前走 视野里几乎是一片漆黑 公寓里的光线 比我想象的要暗得多 再加上为了躲避 爱管闲事的邻居视线 我们通常会把百叶窗拉上 我一定是错过了灯的开关 因为我首先摸到的是一个门框 是我的卧室门 我走了进去 依然沿着墙 靠在卧室门上 它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嘎吱 我讨厌那扇门 轻微的触碰 就会让它发出尖叫般的噪音 我通常都得把它锁上 否则每次开关空调的时候 它都会咯吱作响 每回都把我吓得屁股尿流 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电灯开关 没有反应 没有电 我决定一直开着开关 这样如果来电了 我就能马上知道了 希望明天早上能有电 我想先刷牙 所以我沿着墙壁摸索着 找到了套间的浴室 浴室比公寓的其他地方更暗 更压抑 浴室在远离所有窗户的角落 没有窗的浴室就是个黑洞 没有一丝光线 我的手抓住凌乱的浴室台面 找到了牙膏 过了一会儿 又找到了牙刷 我站在黑暗里刷着牙 气球着灯光 同时听着拥挤的公寓大楼里 人们日常生活的声音 我听到了楼上公寓的脚步声 听到隔壁夫妇争吵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了卧室门明显的嘎吱声 我的第一反应是店里恢复了 肯定是空调开了 气压碰到了门 让它直嘎作响 但我意识到卧室的灯没有亮 是有人在公寓里 我突然觉得自己暴露在漆黑的浴室里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 我想起了听说过的故事 故事里 海盗会戴上眼罩 来让眼睛适应在黑暗中看东西 以便在夜间战斗中取得优势 我没有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 所以如果有东西在的话 它在这里的时间肯定比我长 可能现在已经适应了光线的不足 我吞下牙膏 不敢出声 蹲在漆黑的浴室里 竖起耳朵听着卧室传来的所有声音 我记得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个充电宝 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就能给手机充电了 这样我就可以打开手电筒了 大约五分钟后 我鼓起了勇气 慢慢地走出了浴室 在过去的十分钟里 公寓似乎变得更黑了 我慢慢地静静地走着 伸出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 我的双手放在胸的高度 向床的方向摸索着 我找到了我的台灯 然后向下摸到了他所在的床头柜 我打开最上面的抽屉 开始摸索那个砖一样的充电宝 每一次指甲 不小心碰到床头柜的木头 发出咔哒声 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在向捕食者 暴露自己的位置 我感觉自己被猎杀着 成了活靶子 我找到了充电宝和电线 然后站了起来 我不想在卧室里等着手机充电 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 所以我打算把充电宝和手机 再拿回浴室去等待 我把它们塞进口袋 又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浴室门框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一些不熟悉的东西 我是在自己的卧室里迷路了吗 我把两只手都伸了出去 左手摸到了浴室门框的右侧 我把右手伸到墙上去确认 然后感觉右手落在了那个不熟悉的东西上 我的手指被一团细长的东西缠住了 我抓住了它 明白过来 自己抓的是一头浓密的头发 有人就站在我面前 我吓得立马从侵入者旁边挤过去 进了浴室 我重重关上了身后的门 上了锁站在黑暗中 什么鬼 我摸到的头 正好在电灯开关的高度 所以要么是个小个子站在那里 要么是个大个子坐着 无论是哪一种 我在床头柜摸索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静静地在那里看着我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静静地坐着 紧贴着门倾听另一边的声音 我仍旧能听到邻居的声音 但听不见卧室里的任何声音 然后有人敲了门 是很有礼貌的敲门声 就像是在确认厕所里是否有人 然后敲门声变得更响 更重 更快 我以为另一边的人 很快就会直接从这扇廉价的门冲进来 但接着是沉默 苹果手机充电的时间太长了 真是太折磨人了 我现在需要光线 我记得自己在马桶上面放了一只蜡烛和几根火柴 我摸索着走到浴室的另一边 找到了他们 我把他们拿到可以背靠在门上坐着的地方 我在那坐了一会儿 边听边思考 我不停地想着海盗作案 我的双眼刚适应了黑暗 我不想轻易做出改变 然后我听到浴室另一边传来滴水的声音 怎么会开始漏水了 听起来像是从浴缸那里传来的 我吓坏了 浴室里有东西吗 他们和我一起待在这里多久了 我刷牙的时候他们在吗 我觉得我要吐了 我必须要用蜡烛 我点燃了火柴 对准了蜡烛的竹心 昏暗的黄色火焰 向几英尺内的各个方向投射出光线 但我的浴室很狭长 我还是看不清远处的厕所和浴缸那里 我顺着地板 把蜡烛移到浴室中间 在昏暗的金色灯光下 我能看见玉莲后面伸出的两只脏脚 我抬起头 看到了一张脸 从玉莲后面叹了出来 周围很黑 借着烛光 我只看到黑色的眼睛和灿烂的微笑 看不出其他特征 但我觉得那不是人类 我被恐惧感淹没了 我和那东西面面相去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狮子盯上的花莉鼠 双方都认为对方不敢迈出第一步 我慢慢地站起身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 那张从淋浴间看着我的恶心的脸 我听到门的另一侧传来一阵低语 你打算怎么做 我第一次注意到 不是浴缸在滴水 而是我面前这个可怕生物嘴里流出的唾液 你打算怎么做 门后面的声音提高了一点音量 我看见玉莲后伸出一只手 每根手指都有五英寸长 末端看起来很锋利 而且还腐烂发黑了 她慢慢地拉开玉莲 门外的声音现在是在尖叫了 玉莲后面的怪物把一只腐败的长腿 慢慢向我挪了过来 我感到口袋里一阵阵动 我知道是手机冲上电了 我没有断开和这个怪物的眼神交流 而是把手伸进口袋 打开手电筒 对准那东西 她张大嘴巴 露出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尖叫起来 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几十个男人 女人和孩子发出来的 我逃跑了 我跑出了浴室 手机的光亮照亮了整个房间 我看到房间里不仅有被碰到头发的那个人 而且还有好几个人 他们都在微笑 我跑出卧室 感觉一双双手从黑暗中向我伸过来 拉着我的衬衫 我跑到门口冲出走廊 跑下楼梯 进了停车场 现在我正坐在车里 大约十分钟前 我看到卧室的灯亮了 来电了 不过我想 我还是等到明天早上再进去吧 艾米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 她四十五岁 是一个单身的企业主 目光敏锐 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她的生活中缺少点东西 艾米很孤独 但不是因为缺少男人的爱 因为她是执着的完美主义 没有男人能达到她的崇高标准 艾米不打算自己生孩子 因为她想要一直保持自己的外表 这从来没有困扰过她 因为她知道 她不需要男人 也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母亲 艾米开始联系当地的孤儿院 并安排了多次预约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经过几次演练 有一个孩子特别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叫凯登 十岁 她的父母在她五岁的时候 死于一场房屋火灾 她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和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 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都说她非常安静 艾米很清楚 凯登是她的完美孩子 她填写了所有的文件 并支付了收养所需的大量费用 凯登收拾好行李 这是她来到孤儿院后 第一次暴露出了笑容 当她走进新家的那一刻起 凯登就得到了最好的衣服 玩具和昂贵的艺术用品 她们俩很快就建立了感情 艾米向她新儿子倾诉 作为一个特定年龄的女人 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表 她想要确保脸上没有皱纹 或者她的下巴没有下垂 凯登经常是她的镜子 告诉她 她没有看到任何这些担忧 在一起六个月后 这对母子就形影不离了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艾米开始注意到 她眼睛周围的鱼尾纹更明显了 她的脖子开始抖动 她觉得她的嘴唇开始变薄了 要解决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 只有一个选择 整形手术 她让她最好的朋友马克欣 帮忙看着艾登 然后她与当地外科医生会面 计划她的手术 最后艾米决定 对她的皱纹和脖子 做一个小的面部拉皮 注射一些填充剂 来消除鱼尾纹 让她的嘴唇更大 最后做一个鼻子整形手术 医生想要分次做手术 但在艾米的坚持下 确保她能在同一天 完成了所有的手术 几天后 当艾米去做手术时 马克欣在照顾凯登 马克欣注意到凯登不爱说话 她的话也不一样 颜色更深 当她问及她突然的情绪变化时 凯登说她爱她的母亲 但她不喜欢母亲 对自己的外表如此痴迷 她以前的爸爸妈妈 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一直把她的头发染成金色 还让她锻炼身体来保持苗条 她看着马克欣的眼睛说 这就是他们在大火中被烧死的原因 马克欣被凯登的暗示吓到了 她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因为他们太虚荣吗 与此同时 艾米在城市的另一头接受麻醉 以便医生为她进行手术 她手术刀上的每一刀 都帮助艾米 重获她拼命追求的美丽 经过几个小时的切割 拉扯 缝合和注射 艾米被带到恢复室 很快就出院回家了 当艾米走进房子时 马克欣在她看到凯登之前 就跑了过去 马克欣警告艾米 她和凯登的谈话 以及她是如何承认 杀死了她的父母 因为他们痴迷于美丽 艾米对这些话嗤之以鼻 因为她知道 凯登是她最完美的小宝贝 就在这时 凯登从她的卧室转过来 看见艾米站在那里 她要她拥抱一下 但她吓得往后退缩 尖叫着跑回卧室 随手锁上了门 艾米试着和她讲话 但她拒绝了 说她是怪物 就像她另一个妈妈一样 当她终于走出房间时 凯登只是用充满仇恨的 无灵魂的眼睛盯着她 她的小天使 变成了她的小恶魔 凯登上床后 艾米吃了止痛药和镇静剂 来帮助她休息 她躺在床上 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她梦到她可爱的小凯登 被扭曲成 一个恶毒的虐待狂 她突然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蓝纹的汽油味 弥漫着整个房间 凯登站在月光下 她告诉她 她的爸爸妈妈 总是用漂白剂 烧她的头皮 她爸爸无数次 让她跑圈 只因为她在学校 吃了一包小熊软糖 凯登告诉她 她厌倦了这个世界 对外表的病态迷恋 就像她的父母一样 艾米和世界上其他的人 都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而燃烧 在她反应过来之前 凯登点燃了一根火柴 把她扔到房间的另一边 然后跑到前院 去看她的作品 艾米挣扎着挣脱束缚 意识到凯登 没有把绳子系好 她疯狂地扭来扭去 直到一只手挣脱出来 然后在大火迅速 吞没房间时 赶紧解开剩下的绳子 艾米爬出房间 冲到门后 她知道 如果她从前门逃走 凯登可能会等着杀了她 她悄悄地跑到 她身后的房子里 碰碰地敲着前门 她的邻居让她进来 她报了警 当他们到达房子 消防部门就在后面 美丽的房子 变成了熊熊燃烧的地狱 凯登还在外面看着 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邻居们送艾米回去 当她告诉他们 发生了什么事时 她回头看到凯登 被带进了警车 被让她不寒而栗的记忆 是她眼中的愤怒 那一刻 她知道自己 再也不想要孩子了 我们再次感谢您 搭乘本公司航班 为确保您在 此次航班上的安全 请在起飞前 阅读完整的安全手册 一 如果我们需要紧急迫降 您会在您的座位下 找到一件救生衣 如果您的救生衣是红色的 请立即向驾驶舱报告 机长也许可以帮助您 不过 他无法拯救所有人 二 空城人员问你的时候 你只能喝水 不要要求其他东西 其他饮料可能被换过了 也不要喝随身携带的任何东西 它很可能被污染了 三 如果违反规则 二 你会感到困意十足 您会一直睡下去 请遵守规则 四 不要睡着 飞机时间只有四小时 记住这一点 不要查看时间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 谎报飞行时间 对吧 五 这架飞机上没有睡觉的乘客 只有空的座位 不要加入他们 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 您需要保持清醒 六 随时可以下飞机 向机长要降落伞即可 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 准备跳出飞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些幸存者的故事 七 祝您飞行愉快 直到飞机上只剩下一名乘客 他们才会降落 您 需要生存下来 这份美国911接线员的工作 有点难以忍耐 因为我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有时压力很大 上个礼拜很忙 密歇根出现了很多UFO目击事件 人们都说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有个人形的动物 站在树后面窥探 我觉得 这都是些疯子 乃至于美国政府散布的阴谋论 接下来 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听起来会很疯狂 但我发誓 这是真的 因为没有时间吃晚饭 当时 我正坐在椅子上 放松地吃着薯片 每咬一口 都会在整个大楼里 发出很脆的声音 我一边慢慢咀嚼 一边听着外面的雨声 我的大部分同事 都已经下班走了 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 外面很黑 唯一能提供光源的 是明亮的月亮和路灯 昨晚 没有往常那么忙 我几乎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镇上发生的破事 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直到电话响了起来 我赶紧放下薯片 接通了电话 911 您有什么紧急情况 你好啊 我觉得有人在我邻居家抢劫 我刚看到一些人破门而入 我觉得他们是在抢劫 好的先生 你能把地址告诉我吗 好的 当然没问题 尽管隔壁正有抢劫案发生 他还是平静地把地址告诉我 谢谢你先生 警察很快就到 在此之前请不要挂断 好的 你的邻居还好吗 还是说 啊 他度假去了 所以家里没人 好的先生 你能告诉我 抢劫犯现在在干什么吗 好的 等一下 我仔细听着他电话里的声音 但除了来电人 偶尔大声地呼吸 我什么也听不出来 他们 呃 我觉得 他们好像就是在四处走动 看起来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但却找不到 好的先生 尽量压低身子 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你了 好的 等等 他们又离开了 几秒钟过后 我重新听到了他的声音 一共有四个 没错 四个 你能描述一下他们的外貌吗 等一下 我靠近一点 我听到来电者拖着脚步 在房子里走过 可能是要去附近一扇 视野更好的窗户那里 呃 他们看起来不太对劲 先生 你能不能更具体地形容一下 有什么不对劲吗 嗯 我的意思是 他们很高 都至少有两米 好的 不错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 怎么会有这么多两米高的人 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听起来有些不对劲 但我试着尽量保持冷静 他们在对彼此说些什么 我能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 但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好的 尽量盯住他们 然后 不好了 我觉得他们朝这边来了 完了 他们真的朝我家来了 先生 你能检查一下所有的门窗吗 请确保他们都锁上了 我的肾上腺素开始激增 我他X怎么办 我只能坐在这里 想在警察抵达之前帮帮他 先生 他没有回应 先生 在吗 在在在 我在 你所有的门窗都锁好了吗 你能否保证 这些人无法进来 是的 都管好了 我觉得他们进不来的 好的先生 现在我需要你听我说 好的 我听着呢 我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在颤抖 他被吓了个半死 话又说回来 面对两米高的劫匪 谁能保持冷静呢 先生 你家里有什么可以藏起来的地方吗 地下室可以 好的先生 请尽可能小声地到地下室去 不要让他们看到你 等会儿 我能听到他在走动 在地板上发出一些细碎的声音 我到了 好的先生 现在尽量保持安静 他们可能是 一声巨响 穿入我的耳朵 我知道出事了 这个人有麻烦了 我甚至不能向他保证 警察会及时赶到 因为路上全是血 先生 那是什么声音 他们进来了 他们闯进了我的房子 这份工作我做了两年了 从未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绝大部分电话都是接日常琐事 只有这次除外 先生 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应该会在两分钟内到你家 我现在需要你保持 我觉得 他们正在搜寻所有的房间 先生 警察抵达之前 请待在原地别动 好的 先生 你附近有武器吗 等等 我看一下 我听见他走过房间 尽可能地保持安静 是的 有一个棒球棒 好的先生 万一发生什么事的话 请试着用这个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好的 几秒钟过去 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则在椅子上咬着指甲 直到听到一个声音 我很抱歉 先生 我听到了他的无言 我可能 是你工作以来 接到最糟糕的一通电话了 就好像 我把你带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先生 这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 但是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可能正过着一个普通的夜晚 我停顿了一会儿 他说的是实话 我会过一个普通的周五 可能几分钟后就回家了 然后放纵地看电影 但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拯救他人 而现在 我决心要救这个人 我看着面前的屏幕 上面显示着警察的坐标 和来电人的详细信息 布洛迪 我向你保证 你会没事的 但愿如此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别客气 先生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是因为那些人 开始靠近地下室了 他们想打开那扇门 听到他这么说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 先生 请保持冷静 尽量别出声 如果他们靠近了 你就 我听到电话那头 发出一声巨响 他们进来了 我看了看警车的坐标 就在那条街的尽头 先生 请用棒球棒保护自己 我要完蛋了 他们正在搜查 整个地下室 他们要到我这里来了 先生 稍等几秒钟 警察就在 先生 他们的脚 没有落在地面上 我的心一沉 开始想象 这些人在地下室里 游荡的画面 但来电者 肯定是夸大其次了 先生 请稍等一下 他们朝我过来了 救救我 他尖叫起来 我听见有脚步声 朝他靠近 他们的脸很特别 全都是灰白的 先生 冷静 我需要你保持 这不是人类 电话挂断了 几秒钟后 警察赶到了他家 但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不过警方 确实在邻居家的草坪上 发现了一个原型的印记 那个来电者 已经被列入了失踪名单 但没有人见过他 他几乎已经被认定死亡了 人们认为是劫匪杀了他 并掩藏了尸体 但是 我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 他们把他带走了